那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到 局斗主理人林秀曼女士 以及地方 林华芳先生来到我们的专访 你好 你好 想请问两位 我们在创业的当初的起情动念 是什么样的一个 来自我们什么样的原因呢 是几年前我们都都在纽约 在疫情期间 因为工作跟生活模式的改变 所以毅然决然决定办法一台 做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空间 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一概是先从书籍工作室开始 但我们希望的空间 是可以结合两个专业 所以就加进了 一直以来的服务的收藏 以及一些备件 维修等等 所以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复合工作 是 那蛮好奇 局斗这个品牌名称由来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橘 橘色的橘是代表 一刚才是先 我们先有了这台橘色的车子 然后橘色也是在700 来个非常代表的橘色 是 它不像红色 也不像黄色这么抢眼 它属于一个比较中庸的 然后又很活泼的色草 那豆是一刚才 自己养的虫物叫豆豆 然后豆有一个发展 生长的概念 然后所以橘豆就这样来的 那英文名字的deco orange 有另外的意思是 deco是decoration 就是装饰 生活都有各种装饰 然后orange橘色 然后deco orange的d跟o 当然当时拉出来的话就是do 就是手作 所以这个名字是 中文英文都有各自有含义 哦是 我蛮好奇 因为两位都有一些 可能相关的一个背景 可是毕竟古物这个东西 它是在学科上面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科系的 那这么多的产业别当中 怎么会想要选择古物这一块呢 古物就代表的是一个生活 是有故事性 嗯 所以我们很喜欢每一个古物背后的历史 包含设计的人 想到这样子的东西 嗯 甚至可以想到这个年代 大家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审美是什么 是 所以其实不单单是去看古物它的外观 更多的是它背后 甚至有些打字机是从一些作家手中收到的 嗯 哎好有趣到这个年代 四十几岁的作家都还是用打字机在打字 是 所以我们是被这些东西扫免 嗯 了解 所以才就是重申了这一个行业别 那去做一个展示古物也好 或是喜欢古物人就可以来这边做一个买卖的一个动作 对 更多探讨是人 人之间 然后背后的故事 嗯 是 是 温度 嗯 那很好奇我们举动目前已经创立大概多久的时间了 从2023年7月到现在 所以是十个月 哦 是 那你在创立这间店的时候 或是这个品牌的时候 你会遇到一些比较困难或是挫典的地方 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常常要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我们 诶 首先是介绍我们空间是什么 嗯 因为我们并没有一个一句话可以解释我们的空间在做什么 是 然后 比如说是服务店的话也会 很多人喜欢帮服务店对我们也是有一些质疑 嗯 然后也会有人提出来 为什么要用打字机 所以最困难的是 你要把一个自己一直都很喜欢的东西 跟别人分享 然后又会遇到被浇冷水 或是学生想教我们怎么做 嗯 然后再来就是最现实的问题 收益怎么来 是 所以这都是非常挑战的 嗯 是 不断的在找办法 然后进步 嗯 那目前我们决斗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做曝光呢 主要还是以Instagram 嗯 Facebook这样子的线上的 平台 嗯 然后我们经常会发一些 录一些有趣的影片 是 然后是让大家觉得来到的空间会有很多的想象 嗯 然后很有趣的空间 是 谢谢你来 那来每一个人对一个空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发酵的结果 都不一样 就我们也很都很好奇 是 就是 那蛮好奇举斗的一个呃 装潢店面的呈现大概是什么样的呈现呢 主要是以很多银色的色系 嗯 铁剑 钢剑 然后配合很多的玻璃 透明玻璃 是 比较像是纽约的MOMA美术馆 现在美术馆 一个非常当代性的建筑物 里面放的确实都是 中世纪 有以上的老建 哦 对 做一个颠覆大家对古物店颠覆破破旧旧 然后全部木质调的一个空间 嗯 很喜欢做一个比较冲突的 让你想不到的 是 是很干净和明亮 嗯 那门只有一楼吗 我们有一二楼 一楼是古物的陈列间 还有维修室 是 然后二楼是一个 我们取名叫做太空 哦 然后因为都是太空时代的家具 很多很多颜色的家具 然后圆圆都像球状的 音响的都是70年代老音响 嗯 来这边可以喝个咖啡 然后细细的体验 整个打字机 嗯 打字机一直体验一直都会有 所以随时只要五六日一 饮夜时间 来都可以做打字机的体验 是 那三楼是装真教室 就常会开设一些精装书啊 或者是更高阶的装真客 嗯 上课地点都在三 是 其实是不是可以针对不同需求 或是想要更了解 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嗯 就可以来到这样的空间 去做一个体验 对 跟一个去做一个实体的展示的 一个欣赏 是 是 那马上前我们举动 是用什么样的一个理念 在经营这样的产业呢 就是 要让生活 做的有趣 嗯 然后 客人永远猜不透 老板下一个是什么 是 然后迟迟的实时的对我们保持好奇心 嗯 那如果 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的最重要的概念 那 再细讲每一个物件的话 比如说像老件 我们探讨的是一个东西的保质性 嗯 我希望客人是可以相信我们的眼光 然后相信我们选进来的东西是保质性高的 是 买回去也不用太多的疑虑 而且都是可以用的 嗯 那书籍装针的话 我希望大家可以学到的是很经典的 呃 不是就是大家认为的劳作 嗯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很多的细节 嗯 是需要学习 是可以去学习的 主要是这几个面向 嗯 那因为毕竟也快经历到一周年的一个生日起了 那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一些成就来源是支持两位想要走下去的动力呢 成就来源 一刚开始主要还是从家人那边得到了 得到了 就是我们的父母都非常的支持 嗯 就不管 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在做什么 但是都是一个很支持 然后常鼓励我们 不用再太担心收益啊 是 然后自己过得开心 做得很开心 嗯 然后再来就是客人进来 呃 蛮多客人会形容我们的空间 尤其二楼很像一个树洞 嗯 呃 可以在里面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是 每次来好像都不一样 嗯 然后在这个空间可以很舒服 不会觉得便 嗯 嗯 所以他们可以很自然很放松的去做这些东西 然后打字机体验的人的反馈我们觉得很棒是 哦原来打字机这么讨玩 嗯 每次听到这些话就会让我们更有动力去做这些 是 然后还有像维修啊 修复的部分也是 修复也是一个很大 如果可能找不到一些传统的店家会愿意帮他处理 嗯 像是有些零件遗失的问题 那我们就会用最新的一些技术嗯 用一些机械制程去帮他完成这件事情 嗯 对 让老东西可以复 是 古书的部分也是一样 因为他的职业是修复式 是 他可以处理一些百年上的职类的 或是古书 是 监控 对 所以其实这间店我们局斗的精华不是只有说可以找到一些百年历史的一些古物的部分 嗯 其实最重要的精华是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已经损坏掉的 不见的 又把它回复回来变成是现有的状况 你还可以再继续使用的 对 是 那刚分享到的是针对像顾客的一些肯定跟支持 那盲套奇当初说想要做这件事情 以及创立这个品牌的一方是谁呢 是我 对 本来想做一个简单的书籍工作室 是 那也蛮意外的分享就是慢慢的很多新的想法 然后现在的一个prover 是 那蛮好奇当我们今天秀曼提到说我就是想要做创业或是想要创业这个品牌的时候 那我们华方有什么一个想法呢 我是一开始鼓励他呃先从电商或是社群网站先做做看是不是水 对 那他是觉得要要做呃这方面的话实体的体验非常重要 嗯 加上最近的电商已经算蛮饱了是 是 这很激烈是 那我们的东西又不是那一种是大量生产或是买回去就没有问题 是 呃你可能因为老东西也可能有一些瑕疵啊对 百年以上的不完美这都是需要来现场实际 体验接受他嗯 喜欢的带回家很很靠缘分的东西是 对对对所以实体店对我来说是一个我觉得目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嗯 客人的回馈也也都蛮好的对对对是 但反感觉就是两位就是一个负责 感觉你们其中一方会就是有一个主意会出来 那另外一个话就会负责去想到说那我们规划的话可以去怎么做 嗯 也许会比较好一些些 感觉就是是一个很有默契的一对嗯 是 那我们觉得到未来有什么样的短中长期规划呢 短期就是找到可以跟我们的伙伴们一起努力 然后会多尝试一些艺业合作 是 让这个空人可以更活化 嗯 就不仅局限于艺文活动 就各类型的只要不犯法不回法 我们都想尝试看看嗯 让生活可以更全面性的发展 然后 慢慢的让大家相信局斗这个品牌 是 是 相信我们的烟光 我们想做的事情 然后 呃 将来当然希望我们可以围着自己的产品 嗯 可以 可以呈现出来 是 对 那如果说未来有个年轻创业家 他也想要投身在这块领域的话 那我们秀曼有什么建议话想给他呢 就是首先要先找到一个自己觉得有趣的事情 嗯 可以让自己跟自己好好相处的事情 像我就是做书 嗯 因为呃 创业没有这么容易 要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平补情绪 嗯 安慰自己的方式 是 是 抗压力也很重要 嗯 现实层面的问题也是首先要解决 是 就是 一定要先有足够的资金 嗯 可能会做动作 是 因为一直要考虑到现实生活 什么事情想法都会不见 嗯 没错 那我们华方呢 跟秋曼想法其实 都蛮像 嗯 对那最重要也是觉得要做一件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那你就算 失败了 或是你收藏这些东西 就算没有人要买 但是其实你还是获得很大的快乐 对你还是拥有着他们 是 那我们两位给我们创业家的建议是说 我们投身在这样的领域当然是非常的欢迎 只是这条路真的是会比较艰辛一点点 不只是圈子小 那当然我们东西上可能对于市场趋势来讲 可能是 嗯 接受度是比较小一点点的 嗯 但是首先要选择这件事情做一个深更的话 热情 坚持 抗压力是首先必须要有的 然后再来你以这样的一个职业为主业的话 其实要想办法先去 温饱自己 你才有更多的时间 或是更多的体力可以去做你想要完成的事情 嗯 但最终的结果不管怎么样 这些东西依然是你热爱的 也是你愿意去投入 非常多的心思在这些上面的 所以同志来讲的话 就是坚持跟热忱 都是非常重要的元素的 嗯 好 那我们就谢谢我们的局斗主理人 李兄曼女士 以及李华芳先生 来到我们的专访 谢谢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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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